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人寻根的故事 那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种族问题 我们要讲这个根如果发展成为经济 那就是有地方特色 那是别人都超不去了 为什么 你要怎么样超我们地方的特色 就是你要模仿怎么模仿 然后打造一个一模一样的 包括我们的产业特色 包括我们的风景特色 这个东西是别人模仿模仿了 这就是这个经济是别人没办法完全拷贝的 这就是我们可能未来要发展的方向 而且如果能够发展根经济 就是你提到一些在地经济的话 其实很重要一点 它会靠很多年轻人注入活力 那这也可以 回乡 可以解决很多的这个相关的问题 没错 所以我们来谈谈 这一期商业周刊的封面故事 根经济崛起 我们访问的是这个竹坊记者刘志欣 哈啰 智欣你好 哈啰 大家好 主持人好 那为什么会想到说会谈这个话题叫根经济 其实这个题目酝酿了一阵子 是因为我们一直不断地在地方探访 跟大家认识 后来发现其实这股力量比我们想象中的多 而且有一些人已经做出一些成绩淡然了 所以觉得是时候让大家可以看见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以为所谓的根经济 像我说我们比较不了解说根经济 那是不是就是回乡啊 然后去做一些比如说物农啊 这些甚至一些手工艺这些特色 发现所谓的根经济不只是这样 对 这里头你刚才提到说有些人已经做出一些成绩单了 就包括连时尚产业 都回去了 都可以在这个一些的偏远的小镇发展啊 对啊 这是我们觉得 其实我们一般人是不会想到这件事情的 但是除非你真的在产业里面 或是你到国际的舞台上面去奋斗过去做过 才知道 其实乡村这件事情代表的不只是弱势 而是有很多的机会 或是别人没有办法取代的东西 都藏在过去大家忽略的乡村里面 所以你们这次走访了好几个地方 然后也走访了好几种类型样态的这些年轻人的创业 然后发展了更经济 那我们先来谈一谈 刚刚提到了包括这个服装 服装有人就跑回罗东 而且他是从伦敦回来到罗东 对 那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 而且是很多的名人都曾经定制过他的服装 对不对 我想关心设计或是时尚产业的人 应该都知道这一位很厉害的台湾的设计师 他过去一直在伦敦发展 然后多次的是受邀到巴黎跟伦敦的时尚秀里面 去展验他的作品 那像Lady Gaga或是雷哈纳这些人 冰岛歌手碧玉 其实都指定过他的衣服作为穿 那我们很惊讶的一件事情是在伦敦 然后在国际舞台上那么发展那么好的一个新锐设计师 他竟然在今年的时候选择回到了宜兰 然后在罗东成立了他的工作室 从伦敦回来 那有趣的东西是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 其实工作室正在整修 是一个很老的五十年的房子 那他合作的伙伴 当时他正在做Hippie跟蔡金雅的衣服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正好遇到 那个帮他做衣服的人说 这个衣服这边没有办法可能需要修改 那那个人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他的隔壁 他的隔壁就是一个一般的人家的套庭处的住宅 然后门口放着一个那个修改衣服的招牌 这时候台北到处都有 没错 我就是台湾到处都有看到那些妈妈跟一个裁缝车 然后帮你打 对 不然以前叫做缝学号 修改衣服这些 对 那我们一问之后才发现 其实这个妈妈她有三十几年的打板的经验了 然后裁缝也是都自己做 为什么 因为其实宜兰一代以前是一个 现在的罗东业是 其实以前是满满的都是布装 然后在那边 那个聚落有三百多家中小型的 不管是打板还是缝纫 还是做布料的 还是做燃料的 那边有一个完整的成衣的聚落 然后我们也探访了一些 具有三四十年经验的老师傅 他其实他的衣服在过去是多次受邀到香港去 在很早年的时候就受邀到香港去展出来 因为大家觉得他有国际时尚的水准 做高级定制服 这样子的一个聚落慢慢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衰落 因为大家不注意到他 然后有快速的时尚产业产生 但是这样子的聚落在 陈绍燕这样子有国际水准跟经验的设计是眼中 那个是别的地方没有的 那可不可以透过陈绍燕这种很新锐的国际水准的设计 加上这些很扎实 然后很好的功夫的老师傅 加起来就有没有办法产生新的东西 然后加上台湾在地的素材 比如说令朝 比如说一些不同的职材的结合 真正来自台湾的品牌或是设计或是产品 可能就在我们没有办法注意到的这些乡村地带可以讲出来 这就是跟经济蛮典型的一个脉络 所以是听了这个志兴讲 我们才知道说原来罗东以前有这么完整的一个这个纺织聚落 所以他可以支撑这个设计师的梦想 可是问题是我相信也有很多人还是会好奇说 那他在伦敦一定也有很多的这个资源可用啊 那为什么还是愿意回到罗东来呢 是 陈肖燕最早在国际受到瞩目的一个系列是Wave 他的制作的灵感来源就是海 那我们采访的时候他就说 其实那时候想的就是家乡的那片海 从灵感来源到使用的职材到后面合作的伙伴这些 其实如果你能够做到在地特色这件事情 那代表就是别的地方没有的 像主持人所说的 所以从伦敦回到罗东看起来好像是回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 离国际市场好像很遥远 但是如果你能够在网络上面被大家看见 然后加上陈肖燕这三个字其实代表了一定的水准 同时你可以利用在地特色去累积出一些别人没有办法取代的东西的时候 越在地就能够越国际 所以这很妙啊 他之前在伦敦合作的时候相信应该都是什么纺织学校毕业的 这些的年轻的这个男男女女 然后现在回到罗东 就是出面的隔壁 就是最传统的师傅啊 对啦 你这些三个我告诉你 我这边要这样做不是那样做 那是魏医官以前缝纫机是用脚踩的 对 一定是从那个世代到现在 而且说他的合作伙伴里头 还有一位打版师傅已经高龄80岁了 那绝对是 就是校园想做一件事情是因为陈上陈肖燕之所以有一些年轻人愿意跟着他学 他同时变成一个平台 然后年轻人可以从老师傅手上把这些功夫可以传承下来 你知道我用后又回到了我小时候 我妈或者我外婆踩的那个圣家缝纫机 然后那个轻轻哒哒哒哒那种声音 他们这些老师傅就这样过来的 对啊 可是就因为他们经验老 所以很多东西他们可以可以帮忙 就可以传承 对不一定说你伦敦再来就要去巴黎 对不对 好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继续回来 对的再回来 12点18分 欢迎回到九一期在一起 POP Radio台北的新广电台POP抢千报 我是郑诗诚 我是汪永和 在线上接受访问的是 商业周刊的这个刘志欣记者 谈谈这一期的封面故事 这根经济崛起 刚谈到这个从这个世界设计之都回到物理的这个设计师 陈少燕 陈少燕 那现在谈的是另外一个 也是也是老少配 而且也是跟衣服有关系 对啊 这个是一个小女生 28岁的小女生 然后加上了在地的阿嬷大军 结果就开始把我们台湾令草带上世界舞台 我以为令草只是拿来睡的 喔 还可以编衣服喔 编礼衣服喔 舒淇都穿过 是不是 这是怎么一回事 什么样的故事 这是在苗栗的一座社区 那边其实令草这件事情 大家可能没有想过 在日治时代的时候 是除了糖跟米之外 台湾第三大的出口品 喔 所以整个令草三角那边呢 其实是个很大的聚落 从种的令草到令草收割到卖草的商人 然后到编草把它变成编织品的人 到收这些编织品的人以及出口贸易的人 一整条产业店其实在那个地带全部都是 那边的令草是蛮特别的 是立体的三角的令草 所以它编起来的东西其实是 不是平常我们看见那种水平的编织 是立体上下上下这样交叠的编织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 是编法的不同而不是品种的不同 品种也不同 所以才可以有不同的编法 因为它三角形变成立体的时候 它就可以编出上下交叠 然后它是可以经得起拉扯 然后可以有弹性的编织物 所以才可以变成像衣服这样子的东西 那苗栗那边如果说传统都一直是这样 尤其日治时代 它就已经是一个很有经济价值的作物的话 那就继续发展啦 那跟这个小女生28岁 这个年轻女子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社区的发展其实跟台湾 大部分的传统产业的发展是一模一样的脉络 他们本来的订单都传到日本那边去 天皇也买过他们的帽子 但是在断交之后 以及国际贸易兴起之后 这个订单量突然就减少了 同时又面临到比较廉价的选项 比如说中国或是东南亚的 这些廉价的草边的威胁 然后加上比如说一些大品牌 快时尚的兴起 大家会慢慢觉得 这些东西都一样 那为什么东南亚的草帽卖三四百块 那为什么令草的帽子要卖这么高价 大家慢慢慢慢不了解 什么叫做令草 然后令草跟其他商品的差别在哪里 所以这个产业就快速的衰落 那这些本来在编令草的这些人 或是做令草的这些人 他们该怎么办呢 他们就开始先跟着台湾的产业转移 就是去做家庭代工 然后或者到工厂里面去做女工 因为那时候有太多的工厂正在兴起 然后就慢慢放弃掉令草这件事情 那所以他们就算编 他们也要知道哪里可以卖 对不对 然后这个卖的要能够符合他们的成本 因为你知道那种 因为大陆的崛起啊 包括我觉得最最严重就是那个假的令草 什么样 那个就是人工的东西 就是塑胶制品 还有一些比较低价 可能是那种令草可能品质不好的 结果大家觉得 因为弄好成品长得都一样 我就买几百块就好 干嘛你买那几千块 所以这个就是面临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碰到这种状况 然后呢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过了几十年之后 大家都觉得令草是 不用再对她要多做期待 对因为她认为她是已经是日落的行业 对不对 所以有一群妈妈跟一个退休老师 那时候就很有心 想说要保留这项技艺 所以成立了台湾令草学会 那时候的廖伊亚 她是念工业设计的 她那时候跟着她的老师来到这个社区 她那时候才大学三年级 对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她看到这件事情发现 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职材 然后这项技术 手编的技术只有在这边 让她这样消失实在太可惜了 她就开始做一些推广 然后行销 让大家重新认识 令草这件事情 而且你那个编 你如果说编一个草席编的平整 它是一个平面也就把了 你还要编其他的立体的 像你提到有弧度的了等等的 那个其实也需要一些的设计感 对不对 是因为一开始阿嬷很讨厌廖伊亚 哈哈为什么 因为说你 我一辈子编草帽编草席了 你现在干嘛叫我去编手机带 叫我编这个 她就说 都是这些设计师太理想了啦 这些东西拿编得出来 你不要给我找麻烦 对啊 因为他们以前没有编过手机带 那我们的时代没手机啊 对不对 伊亚的好处是 她从小跟阿嬷一起长大 所以她知道怎么跟阿姨跟阿�们对话 她就开始塞奈说 这个只有你才可以做得到 而且你一定可以做得到 然后开始就是陪他们 于是阿嬷终于还愿意尝试了 所以接下来一系列开发出 各式各样的商品 大家如果到那个社区去看到的话 会发现那种 你在北欧才会看到的家具 其实令草也做得出来 然后各式各样的草帽啊 然后配件啊 包包啊 笔记本啊 这些东西都因为从年轻人的眼中 然后年轻的设计可以看见令草的价值 然后加上阿嬷们终于在伊亚的沟通之下 愿意尝试新的东西 才会有新的商品 新的商品出来之后就开始有新的同路 会注意到他们 嗯 所以后来 连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 人在伦敦的陈少宴 也都注意到他们了 是 然后就用令草帮舒淇 编了一件礼服 对啊 甚至日本人其实都会固定 每个月或是每一季都会重新回到苗栗这边来 直接跟阿姨阿嬷们沟通说 他们要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下订单 然后带到日本去卖 因为我觉得同样是令草 令草 你能 根据时代的演变 你令草可以用途会 可以 不只是过去的草席或是草帽 还有其他的用途 包括身上穿的 包括你这个 常常会用到的手机袋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这种传统的工业 可是因为它的设计不一样了 所以它变成一个最夯的一个 所谓的跟经济的行业 对 所以真的是 其实我们的这个家乡 有很多的老人家 他们都是有很多的经验跟聚会 对 如果你能够善用的话 然后发展经济 老少佩其实真的是蛮好的组合 真的真的 传统的思维 再让最新的设计 可是他做出来的东西 传统的经验 对对对 会是最好的 我们待会休息一下 我们要回来谈谈 那另外一个这个 发展跟经济的这个人 他叫做 他是在台东那边叫成人鼎 可是为什么发展跟经济 他居然会被人家问说 你不怕被人家杀死吗 然后有个议员还骂他 骂了两个小时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待会回来聊 哈喽 时间是中午的十二点三十四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九一期在一起 POP Radio的 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汪永和 我是郑诗诚 在线上接受访问是 商业周刊的记者刘志鑫 谈成这一期的封面故事 跟经济崛起 永和 我记得 这一期的这个 商业周刊里面的一些故事 其实都可以拍成电影 每个电影都精彩绝伦 都很像奥斯卡的情节 都有情节剧情 对 我们这 我们接下来讲这个故事啊 它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什么叫很荒凉 就是当天看不到报纸 报纸是第二天才看到 台湾还有这种地方 然后突然有个大的开发案 这什么开发案 盖个什么 类似寺庙的地方 结果 因为那里是原住民比较多 就有个汉人 就去阻止了 说对不起 我要做别的用途 于是他搞了 搞了五十件公文 于是后面就出现一大堆问题了 对 所以来我们来谈谈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要从 刚刚所提到这个汉人来讲起 成人鼎 这又是老少配 还有跟当地的这个叫 伊娜 那个就是阿嬷的意思 来我们来请志欣来告诉大家 志欣 对 是不是就是这个成人鼎 还有当初这个阿美族老人村 为什么 他到底为什么阻止了这些什么一个开发案 然后他自己又做了什么 人鼎是 这是人鼎的故乡 对 是台东的太原山谷里面 再进去的一个社区 这个社区非常的远 刚刚提到报纸当天看不到之外 他人非常的小 是七个村子里面人最少的一个 而且仅存的二三十户里面 大部分是老人家 那个村子只有二三十个人啊 二三十户 二三十户 但是他的风景跟地段非常好 他有一颗四百多年的神木 然后他的山谷非常的漂亮 在海岸跟重谷之间 然后夹着一座这样子神秘的山谷 他虽然是偏乡中的偏乡 可是他的环境非常的好 可是因为他太弱势了 所以当有人来买地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的直觉当然是 那如果能够靠着卖地翻身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所以几年前有人就卖地了 然后变成 快要变成一个四十公顷大的开发案 人领听到自己的故乡 发生这件事情 他觉得怎么可能 因为那是一个这么美丽的地方 所以他决定应该要挡下这件事情 不是因为他想挡二挡 而是这是一个水值水源保护区 所以其实在这边要进行土地变更 把农地变成盖房子 或是大型开发的地方 其实是在法理上面是不允许的 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因为他实在是太偏的一个地方了 所以他主动的去询问中央政府 说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发生 当然是不可以发生 然后他确保所有需要知道的官员 都知道这件事情是 这边不可以做土地变更 所以他如果知道了 他而放行的话 那他就是堵职了 可是他做这件事情 虽然对土地是好的 可是对地主来说 对村里面的人来说 可能是挡下了一条财路 对啊 因为有人要来开发对不对 又有工作机会 然后我们这边又有商机 对啊 所以大家要怎么样说服大家说 他不是挡下财路 他是守住家乡的未来呢 他是一个 原来他其实是一个 从大选时代就做保养品 平行输入的一个小商人 所以他多次走访了南法 或是意大利去看 原来那样子的地方 产出来的精油或是保养品 他们是来自于一个 那么美丽的地方 那你要用有机的方法 去耕种这样子的土地 才有办法诞生出 那么高阶的精油 他发现南法的那些自然条件 其实跟他家乡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那边可以诞生这种产品 而我们不行呢 所以他用自己在业界里面的知识 回来试着一步一步开始 做这件事情 可是就是因为地主也很不满 对啊 这些开发商也很不满 所以这些地主看到他 都很气他 那些老人家看到他 也不想理他 对不对 他在村子的时候 其实是孤立的 刚回来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 你又不住这里 你以前都很小就出去的 你凭什么挡下我们这条路 所以他其实非常辛苦 他经历了五年的时间 他要先从老人送餐开始 每天拜访一个人家 然后告诉大家 什么叫有机农业 然后请大家每天来吃便当 然后教大家有机农业 这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 花了一年两年第三年的时间之后 大家还终于相信他 知道他是一个正正当当的人 而且他是为了家乡着想的人 甚至现在大家的子女们 都是直接叫陈人鼎去看 他们家妈妈吃药了没 这上钱够不够用 因为他大概是村子头 少数的年轻人了 他现在变里长的角色了 他为了发展在地后来 成立了社群发展协会 然后希望帮这个地方村子 找到一条新的路 所以他不只是建立这个人脉网络 他还保存当地的原住民文化 他教大家 请老师来教大家怎么跳 这个传统舞蹈 然后去做文史的考察等等 花了五年的时间 然后最后成立合作社 希望用香草产业 他在普罗旺斯看到的香草产业 可以复制过来在这边 然后让大家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真的他用心很良苦 他不是办老人餐 然后还办活动 然后还跳舞 现在老人问他 当时舞步舞蹈狂 他变成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取得大家的信任 对 可是本来你想想看 他要挺住多少的压力 包括这个阿嬷 旁边的隔壁的阿嬷都问他说 你不怕你的小孩被人家杀死 对不对 你挡人家这样的商机财路 所以他现在终于努力有成了 而且这些阿嬷现在都愿意 跟着他 帮着他去种植香草 阿嬷的生活也变得比以前舒服多了 因为这些阿嬷以前是必须在工地里面做事情的 你可以想象五十岁以上的 然后有一些是独居的老人 他的生活只能靠着在工地里面做那些出工才可以过活 但是现在他们是每天有每个月有蛮固定的收入稳定的收入 而且他们每个小时领的时薪是这边这个地区最高的 所以其实他们的生活改变了很多 所以生活改变了 然后看到订单进来了 他们卖的东西 他们种出来的东西一人顶都帮他们卖掉了 所以大家会开始觉得有他在其实不错 而且他不只卖精油还卖其他的作物 还有包括民宿 其他各国的游客都进来这个地区来开始参访 就等于是他做了一个发动者 就像这边活了起来了 对他做了一个发动者 不只是他赚钱而已 整个地区都活了起来 那现在根据你们的报道 他现在产值这么高啊 他的精油啊 什么意思 他的年产值啊 超过五千万欧元 有这么高吗 那个是普罗旺斯 普罗旺斯的 所以他当地现在还在起来而已嘛 对不对 他希望能够像普罗旺斯开始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这个这样 这是一个 怎么讲 就是一个发动者 然后以后整个社区就活络起来 中比当初开发四十公顷 他说里面是要盖一个大庙 那一庙一盖下去就毁了 对 但是 但是即使如此 他还是被叫这个白痴 或者叫傻子 而且人家 他宁愿人家叫他 对 因为他种植的时候 不撒农药 不施肥 不用除草 杂草重生 对 因为必须有这些杂草 那个香草本身才会有好的 精油跟代谢物 这样才可以符合高价的精油 否则他就只是清洁用的精油 对 对这个市场够了解 所以才决定这样子的管理策略 真的 好 那除了这个故事之外 我们待会回来还要请志兴来跟我们谈谈说 我们台湾啤酒很有名 可是现在有台大声 发起想说 我们要做杂粮啤酒 然后也就是靠着他们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让大麦田可以重新恢复耕种 待会儿马上回来 哈喽时间是中午的十二点四十六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九一七在一起 POP Radio的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汪永和 我是郑熙成 在线上其实访问是上一周刊的记者 刘志兴谈谈这期的蜂蜜故事 跟经济崛起 刚刚用和谈到啤酒 就想到我们台啤也是非常有名的 日本人到台湾指定就要喝台湾啤酒 我们记不记得我们还有一家啤酒 不要讲名字 它的蜂蜜啤酒得过好几次大奖 就是某某某某某某这个啤酒屋的蜂蜜啤酒 至少得过两次的这个世界金牌 可是我们不止这些啤酒 我们还有更有潜力的啤酒 而且有一群台大生说 歌做的不是啤酒 是创造一个能够真正代表台湾的农产品 而且就是因为这样的想法 所以他们跟花莲台中那边的农地都产生连结了 也在那边带起了根经济 是吗 是 所以是什么样的啤酒 这是一群台大农业所的学生 他们开始的一个创业计划 主要是大家过去可能不太能够想象 或是市场上面没有太多的台湾种 杂粮这样子的印象或消息 主要是因为收购价值还都太低了 他们上课在课堂上当然就会聊到这些话题 老师就说 大家该想要办法该怎么办 其中一个学生过去在美国的啤酒厂里面工作 他工作的地方呢 在那个那区里面其实就有上百家 这种中小型的精量啤酒的啤酒厂 他发现其实啤酒厂在收那些麦子的时候 其实价格有时候是很好的 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台湾的这些杂粮来做 真正来自于台湾这块地方味道的啤酒 如果能够做出这样子啤酒 然后让它的品牌是可以支撑比较高端的价位的话 这些农作的人其实就可以得到相较来说合理的报酬 而且同时台湾这些土生土长的杂粮作物 其实就可以在这边继续种下去 所以他就想说 我们就来用啤酒解决这些耕作的问题吧 所以他们耕作了些什么 如果是杂粮的话 那个发酵感觉起来 听起来是比较困难的感觉 是 其实啤酒最重要原料还是大麦 但是台湾的大麦其实原生种的大麦 大麦其实很久以来都没有人在大量的种植了 所以其实他们要做啤酒 第一件事竟然是从复根开始 他们从一开始只有几百克的大麦的种子 每一年每一年越种越多越种越多 然后试着在对的地方种它 然后慢慢的希望让它量产 但同时他们又要快速的做他们的品牌的啤酒 其实这个速度是赶不上的 所以他就利用自己的论文来研究 怎么样用小麦来量啤酒 所以他就现在开始使用台湾的小麦量啤酒 同时加入了台湾的台南的白玉米啊 或者是橘子皮啊等等 不同的台湾原生的作物 加进来做调味 让这个啤酒真正的可以尝到台湾的味道 哇 还加橘子皮哦 听起来好妙哦 非常好喝 你有喝的罐喝过哦 有有 其实我们我自己有开家咖啡店 大家都是来咖啡店喝他们的啤酒 是哦 而且我觉得那个价位不低耶 对不对 价位其实不高 如果大家有在喝比利时啤酒或是水果啤酒 就是只要是进口酒其实价位都不低 可是其实大家都喝得很开心 对 所以相较于这样子的产品来说的话 其实他们的价格是合理的 嗯 而且我们前面提到的故事都有老少配 那他们在这边种植的话 是 就是 他们当然仰赖经验很足够的农人 来帮他们做复根 因为复根是相当困难的 但复根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原生种的植物 如果能够继续在这个地方成长 而且更多种的杂粮是被耕种的话 它可以帮助台湾整个生态环境的夺养性继续保留下来 对 因为这里有提到我刚提的那家叫金色山脉 我在直接讲 因为蜂蜜 他的蜂蜜啤酒多次得奖 可是他们的资金比较没有办法 所以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办法吗 你是说谁的资金 就是这群台大学生 他们比较没有资金嘛 对啊 所以那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实验 因为对农业系的人来说 这个是一个很创新的想法 所以其实他们的创业贷款 是来自于老师的无息贷款 是啊 然后他们也是第一个 跟小农开始弃作的啤酒公司 所以其实他们花的成本非常的高 他们为了让这些小农种出来的杂粮 可以得到更多人的采用 或是在国际市场上 被其他的酿酒师购买 他们还帮每一款的杂粮做建档 其实尿啤酒是非常科学的事情 那他因为在美国匹学厂工作 知道如果你没有用科学性的方法 把这条产业链建起来的话 其实很难达到产业规模 他为了想要让更多 鼓励更多的农人可以下来耕种 所以他们花了很多的成本 在建立这样子的产业链 哇 所以用何 这个台大老师要非常值得鼓励 对不对 他所谓的无息贷款就是 万一万一万一 换不出来的话 万一换不出来 那就没关系算了 我觉得那种感觉是这样 鼓励他 所以这群年轻人为我们台湾 带来了另外一种的经济 真的 跟经济 而且也让提供给大家参考 对不对 很多东西在都市走不出来 可以走出另外一片风景 好 非常感谢商业周刊的记者刘志欣 谢谢你 谢谢志欣 谢谢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POP抢签报制作人高培萱 企划制作蓝婉珍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音乐一二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